从去年开始万里区公所就致力于推动乡土教育 鼓励一所学校制作一本绘本 而最近大平国小的乡土教育绘本 跟着瓜地秘宝寻找万里寒籍新书发表 内容不但有大平国小的有机生态教育 还让万里的地瓜特色发扬出去 万里区从去年螃蟹季出版关于螃蟹的书籍 《神明进行文化季》在出版漫画绘本 近来大平国小再度推出全新的绘本以地瓜为主轴 集合学生与老师的创意发向 绘出全新的彩色绘本 还有一支生动有趣的戏剧 期待透过一校以绘本的乡土教育 不只是让青师生对家乡有深入的了解 也借此发扬各校的特色 这一本是我们自然生态环境大平国小 家豪老师跟校长师生共同的创作 我想今天能够在这边看到小朋友的演出 结合各项的一个创意巧思 我觉得非常感动 我们推动乡土教育 培养乡土爱家爱乡的一个情怀 这是一个很成功的校本教材 苏中介绍了我们黄嘴山 马苏西 还有瓜地秘宝是我们57号跟66号的一个地瓜 那这边是万里大平 那属金山地瓜的一个特长 这边的地瓜又比金山更好吃 因为是属于阳明山下的一个火山的一个地址 所以今天能够借由学校师生的一个创作 借由这样的表演 我想这是我们大平国小的一个骄傲 因为这是自编教材 非常的难得 而且自编教材又是师生创作 真的是不容易 一个金章本 你看能够代表 欢迎大家 甚至其他的学校也一起跟我们来教育 我们大平国小 今天集合了老师及小朋友的创作 我们做了这一本书 跟着瓜地秘宝寻找万里寒籍 金山地瓜是我们这边的特长 那我们这边有57号跟66号 我们用做瓜地跟秘宝 我们以这个为来架构 我们集体来创作 希望说我们这里的特产 也能顾及到我们这里的生态 也能够维护我们的生态环境里面 让我们可以永续发展 在新书的发表会 现场可以见到各个万里区的国中小学的校长都到了 为了乡土教育专输 大家有志一同共享盛举 期待透过绘本的创作 可以让孩子们自我省思与探讨家乡 或是能代表学校的特色是什么 藉此也推广至万里全区的校园 将乡土特色分享出去 那这本书 我在书里面我扮演的是瓜地 然后我给予的意见就是 我觉得可以画图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画图 所以我在画图方面 我可以交给弟弟妹妹 然后带领他们一起创作这本书 就是在做这本书的时候 我们就是会先把书的大概都做好 然后之后我们就会带领着弟弟妹妹 我们一起找出有一些细节 我们可以更加改进把它改成更好 我在里面演的是小农夫的角色 然后我分配的是文字的部分 然后文字的部分可以学习到 可能他的用字啊 他的用词 然后也可以就是多多的去学习 然后不但可以教弟弟妹妹 然后也可以那个帮助他们学习分工合作 在老师的辅助之下 绘本内容架构因云而生 还有喜爱绘画的孩子们 对余地呱吉绘本中的人物怎么呈现 也有相当不同的看法 甚至孩子们也会带着学弟学妹们 一起思考创作 一本绘本的产生触及多元的学习 还有戏剧的编排与演出 不但让大平国校的特色 咬然于绘本之中 还可以透过肢体语言被看见 为此学生们也感到无比的骄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